大家好,我是Rachel 今次我們在超市找到幾款日本小食 不知味道如何呢? 首先有日本直送的蜆肉烏冬 特別之處在於蜆是連殼的 烏冬是二人份量 而蜆總共有12粒 事不宜遲我已經煮好了 先試試 烏冬口感好像拉麵多些 連湯底的昆布味都挺濃 先試蜆 可能因為蜆始終不是新鮮 所以它的鮮味道相差一點 之後試試日式吉士車輪餅 拆開之後放入微波爐翻熱就能吃 好香 外皮很鬆軟 裡面的吉士醬也很重 蛋香味 除了吉士車輪餅 還有紅豆口味 最後有很多人喜歡吃的章魚燒 雖然賣相不太漂亮 但味道都不錯 粒粒都有章魚的 有很多人會見到 有很多人會見到 ユーティー